温哥华当地时间2024年4月17日 2024瑞邦杯温哥华华人业余高尔夫慈善 对即邀请赛的新闻发布会 在列治文瑞邦金融集团的会议室隆重举行 此次活动受到了各级政府及广大社团的大力支持 多伦多国会议员Majid Johari和Sean Chen 也发来了恭贺邮件表达了对活动的祝福 温哥华瑞邦杯业余高尔夫球队籍邀请赛 2020今天隆重举办新闻发布会 作为主办方瑞邦金融 本次参赛的有7个高球队 同时广列10多姿高球队的队员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狱青之后 让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高球手 能够在一起畅谈友谊 传递商机 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 能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 2024面临着经济动荡 高利息就业困难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有通过多种的文化生活 让更多的商家聚集而来 共同商讨 利用这样的球赛 能够建立更多的友谊和沟通 那瑞邦金融赞助10多年来 全加拿大的隔个城市 今年的多伦多对比赛 也是由瑞邦金融冠名 我们在莎士卡通和格大省市 经常展开这样的高球活动 旨在传递各个城市和家中两地的经济发展 预祝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 也预祝我们在这样的高而求的精神里面 传递这样的爱友谊和团结 互相支持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后疫情时代 能够快速的跟上财富的 现代化的国际形势 企业发展的现代化的精神 也希望大家学会更先进的发展的趋势 利用元宇宙来打造我们过往的优秀的企业模式 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今天到场的嘉宾有BC省议员曲杰斌 本拿比市议员王白静 瑞邦杯温哥华 华人业余高尔夫邀请赛荣裕主席 瑞邦金融董事长李红 纵横队队长报建江的代表徐浩宇 伯父球队队长周朔 华龙队队长孙兵健 龙旗队队长王贤定的代表迪俊川 VCL女队队长天水 中南队队长郭兴耀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会长徐灵 加拿大齐鲁商会会长郑燕 加拿大温沙义公联合总会会长张慧欣 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主席郭英华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廖子卫 今天我非常荣幸 而且感到很开心可以出席 瑞邦金融的一年一次的 慈善的哥尔夫丑大赛 因为我觉得丑大赛是非常重要 有几个原因 因为经过疫情以后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健康是最重要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健康的体格 才可以为社会服务 才可以出来赚钱 才可以跟朋友愉快去游患 开心 所以我觉得瑞邦金融可以主办 这个哥尔夫丑大赛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哥尔夫丑是一个 西方的运动 瑞邦金融可以鼓励 更多的华人参与 也持到一个多样文化的交流 因为我们以免来到 这个渣大怎么重视不同的主意 不同的宗宅 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华人的移民 应该多渣热到主流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瑞邦金融这一次的球赛 确实是有三个很值得我们支持的 来参加瑞邦这个高尔夫 持参高尔夫州计赛的新闻发布会 已经是好几年了 这个瑞邦金融呢 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啊 对于社区的人心的身体健康 人心的这种心情的比较愉悦来参加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而且瑞邦呢 占助了这个活动十几年呢 也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一个公益项目 我作为我们白美地区 这个妇女联合会的这个代表呢 也是非常欣赏瑞邦金融的这种慈善公益的这种运动和活动 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举办圆满成功 这个活动我已经参加了多次了 我们为这个瑞邦金融历年来 为社区的发展建设 为社区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为他们补涨 对他们表示尊重 所以说呢 我们这对这样的活动 作为我们商会也是支持的 我会大力地宣传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为温哥华的社区建设 做出我们的 付出我们的努力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赞助商嘉宾有 留一手北美高级合伙人 William Chen 冰之花酒庄总裁的 寿元龙先生和周虹女士 维治艺术教育舒逸禅校长 歌剧雷宇的主创曲作家潘信海 探寻美好联盟创始人 西岩 爱国公司创始人 Jun Zhang 西格马珠宝徐薇 此次高尔夫球赛 由瑞邦金融全资赞助 旨在通过高尔夫球赛 促进社区交流 并支持慈善事业 会议上 瑞邦金融集团董事长 李鸿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强调了瑞邦金融对华人社区的 长期承诺和支持 大家好 酷天传媒的朋友们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在这相见 大家看 今天是我们瑞邦杯 温哥华华人业余高尔夫 慈善邀请赛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说温哥华更是好地方的好地方 我们说是山清水秀 风景好 那么高尔夫球更是这样 在这个好的环境下 大家一起来打球 锻炼身体 然后的话呢 提高自己的精神的享受 应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 在这的话呢 祝我们的朋友们 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呢代表华龙吧 祝愿这次的活动圆满成功 然后特别特别的感谢 廖总对咱们华人社区 尤其是高尔夫球的这个 各项活动的支持 这次好像已经是十几年了吧 十四五年 廖总一直支持十四五年了 那么呢 这次也有很多球队参加 希望今年呢 原本成功 明年呢 有更多的球队来加入这个活动 本次赛事将在6月4日于 Mayfair Lakes Golf and Country Club 举行 赛后将在新瑞华举办颁奖晚宴 比赛不仅是竞技场 更是社区交流的平台 强调了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宗旨 今年的赛事还将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 进一步展示高尔夫运动与慈善结合的意义 预祝瑞邦杯温哥华华人业余高尔夫慈善对计邀请赛 圆满成功 耶 我们球场见 球场见 好了好了 好 感谢各位